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这两句话 压量为战 注解里面是合义的 我们看现前社会 这种现象是讲义的 欺压善良 言语里面所谓的 好马被人骑 好人被人弃 于是大家不愿意做好人 好人受人欺负 好人社会看不起 但是自己要知道 我们去学做恶 学做恶人 亦佔人着素 这一生 短短几十年过去之后 来生怎么好 有没有想到 来生是三套地獄 如果能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事实真相 我们这一生做好人 是受人欺负 不要说世间好人 不要说世间好人 被人弃 我们在佛门里头 你想做个好人 凭良心来修行 不愿意做好人 亦受压迫 亦受侮辱 亦受侮辱 亦有人欺负你 亦受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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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一句 万麦如人 就是以自己的小聪明 小智慧 佛家讲细致辩聪 用一些阴谋考计 欺骗众臣 令那些愚人 不知不觉 都尚尼堂 都给你利用 住间里头有几句话讲得好 愚人 不是指 未读过书 不识字的 没有读过书 不识字的 他里面还有很多 有高智慧的人 我们现在所看的愚人 什么叫愚 没有能力辨别真妄 没有能力辨别邪精 没有能力辨别善恶 没有能力辨别是非 他大学毕业 他拿到博士学位 还是个愚人 很多很多的 这个世间有很多邪教 你看他们信邪教去 就是这一句里面所说的 邪教里头的传教师用这种方法骗他们 他们没有能力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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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邪荡静 此事而非 那些人跟着他 他以为自己是真仇 自己得神明保佑 这句话不假 得哪些神明呢 邪鬼恶神保佑他 所以他也很有势力 我们凡夫惹不起 他不是正神 不是佛菩萨 妖魔鬼怪 跟他结合在一起 往往我们看到 人众世大 现代人说 财力红厚 气势很大 信徒很多 分店 遍满世界 就是古德所说 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 发药摩强 摩的气炎高涨 佛弟子可怜 真正收行人可怜 那些人 那些人欺压善良 他的罪过非常非常重 做那些事情的人 必定有恶报 被欺骗的人 梦寶寞 得到因果的報應 我們明白這個道理 了解事實真相 自己覺得好幸運 你一生得人生 能聞到淨法 相當不容易 古人所謂百千萬劫難遭遇 這是真的 聞到佛法之後 怎樣才能在這一生中成就 完全教自己的信心 真信 還要隨緣隨份求解 佛家的你好心 要明了 要通達 你明白了 你的信心 願心 先堅固不退 為何聽信人家謠言 妖魔鬼鬼鬼日日散布謠言 你為何會聽信 是你對經論的道理 領悟太少了 你受不住誘惑 原因在這裏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掃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喔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訂閱頻道 这几句话 已经就讲得好头切了 贪而无厌 这种罪过 极重极大 下面引脑子一句话说 罪莫大于多欲 祸莫大于不自足 知足者贫贱易乐 不知足者负贱易忧 世人贪求责刑 众归浩散 故不必然 且又落下一场和业 更难了解 这段话 我们要多读几次 实心去体会 文里面的意识 在实心观察现前的社会 我们就了解 古性先言 确实 具足真实智慧 现在这个世界 贪男之人 为什么这么多 这是做罪业 这是和断 罪根和断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做 不知道回头 原因在什么地方 在无人教导 所以我们在讲堂上 时时刻刻提醒同学 我们同学 自己能不能回头 有没有过誤 很难过的 日日在听 日日在学 还是回不了堂 还是觉悟不了 或者是明知故犯 这个原因又在哪里 外面社会的诱惑力量 太强大了 我们自己的智慧 非常薄弱 的不过 如果说 遵守 佛菩萨的教会 苦性先然的愤怒 好像我们在眼前就蝕了大底 上了大档 着素都被人占去了 自己总是不感心 不情愿 于是 明知故犯 甚至疑惑 古性先然的教会 已经过时了 过去了 现在不适用了 有这种见解的意义 多 太多太多了 也有几个人了解事实真相 真正了解事实真相 肯虚底 亦愿意上当 是否有这种 好处 有这种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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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為何肯這樣做? 他知道前面的環境不一樣 我們現在吃虧,來生佔大便宜 世間人現在佔著數,來生受虧大便 這個道理,必須深入經狀 心解易趣的人,他才動得,他才肯做 解得淺,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看不到將來的利益 人,人有來世,來世幾時來臨,任何人都不知道 那一刹那幾時到,沒有人知道 或者幾十年之後,或者三五年,或者三四日,也或者就是今天 一定要明瞭 李炳南老居士往生前一日,同學生講 他講,世間亂了 他講,諸佛菩薩神仙降臨,都救不到 他講,諸佛菩薩神仙降臨 他講,諸佛菩薩神仙降臨 是諸佛菩薩神仙降臨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眾生的業力,如果能和佛法結合起來 仍然會有救 但是眾生現在的業力和佛法完全鐵絕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掃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喔 雷不由信 祖在佛法裏面 是列入重界 雖然不是最重的 最重的界 我們看 比丘界、比丘尼界、四重界 殺到淫妄 但是除了四重界 之後最重的就是走 所以五界最後有走界 但是 誓傳為何將它看得這麼重 老實說 佛家的界律 殺到淫妄是聖罪 本身就有罪 無論你受不受戒 你犯了本身就有罪 但是走呢 如果你不受這條界 無罪 所以走是屬於遮罪 和前面四條不一樣 是屬於遮罪 世尊 世尊 將它看得這麼重 就是 凡是犯四重罪的 大概是先犯酒界 酒能亂勝 好飲酒的人 飲醉酒 智慧做不到主 才會做殺到淫妄 因此 佛家 戒酒 就是防犯你 不要去犯殺到淫妄那些重罪 是這樣的一個原因 我們要動 所以清靜彼憂 滴酒不佔 現在社會大眾競爭 不擇手段的競爭 我們要做過什麼榜樣忍揚 不念救我 不憎惡人 我們要落實 誹謗我們的人 侮辱我們的人 陷害我們的人 我們對他尊敬 絕對沒有一絲毫怨恨 有一絲毫怨恨 我們就不是世尊的學生 在順境裏面 不起貪愛 逆境裏面不起親衛 是 時時保持自己的清淨平等覺 以真誠 慈悲處事待人接密 這樣就是佛教我們的 我們應該要學習的 什麼是忠良 什麼是柔信 什麼是忠良 我們看下這個字 這個字 這個字也是回意 這個心要忠 不要騙 騙就邪了 所以忠同誠 是一個意思 要將心擺在正中 佛家講忠道第一義 儒家講忠儒 不可以有思考偏邪 什麼是偏邪 順境裏面你歡喜 你的心偏邪了 逆境裏頭你生煩惱 生襯衛了 你的心偏邪了 你在這裏就體會什麼叫忠 忠就是阿彌陀經上講的 一心不亂 一心是忠 二心就不忠 二心就偏了 誰能做到忠 在華嚴經上 那個是個標準 發生大事 你妄想分別執著 你的心善忠 你有分別執著 那個忠就沒有了 良是善良 忠落實在形象上 是善良 這個意思我們要懂 又信又是柔和 你看現在這個世間 清女強人不好聽的 強是剛強 嚇死人 信是什麼呢 隨信聖德 這種講法標準太高了 我們凡夫做不到 我們將標準降低 隨信誓出世間 聖言的教誨 這樣我們可以做到的 誓出世間聖言 全心行事 他們都是隨信自性的 都是聖德的流露 尤其是釋迦牟尼佛 為我們表現的 是聖德圓滿的顯露 所以誓出世間聖言 已經為我們做了一個榜樣 孔老夫子 是不得 我們要記住 我們要記住 要學習 溫良公劍陽 溫就是柔 溫柔 溫柔 善良 恭敬 忍陽 折劍 呼止 呼止 不得 這些是我們要學的 由信兩個字 都是不得接種 所以 自己主使 我們的意識 我們要懂 我們要清掃 精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这个问题作为核心 如佛的教会 我们在讲迹里面时时提到 他教我们的实际上只有三件事 第一件是令我们明了人和人的关系 这种就是伦美的教育 第二件是教我们明了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面对着的现实生活社会 第三件是教我们明了人和天地鬼神的关系 这些都明白了 就是真实智慧 在佛的关系在佛家中的大切大悟 夫妇是同住在一间房间 这种是圈圈最小的 房之外就是家 家的外面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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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领导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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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文化绝对不是一个单一文化 它是多元的 如果核心都做不好 夫妇不和 那个家仍能和吗 社会仍能安定吗 国家仍能太平吗 通通都说不上了 所以吉凶和福的根在哪里 在家室在室 古人所谓家不家则觉不觉 家不像家 国就不像国 家怎才像家 夫妻要和目 所以从前 就算夫妻有争论 或者有不愉快的事 他会想到这个影响太大了 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危 影响到一切众生的和福 想到这一点 心平气和了 也就什么都能忍 什么都能让 彼此都能忍 彼此都能让一步 这种是人之常情 男子 男子见人有功名 就度 见人富贵 亦疾度 地位接近自己 疾度心生起来 怕人家将自己逼下去 财圣己亦疾度 这里有个总结 都是心量太小 局量贬钱所使 我们现在讲的心量太小 用不了人 都是 学无近忌 学不得受用 真正学民有近忌得受用 就好像佛讲的 不单止无疾度 无傲慢 欠去 众能收取起功德 看到财干 比我高的 绝对能让言 不会去竞争 你做得比我好 我应该让你 权威都让给你 为什么? 人民得福 社会得福 能为众生想 为社会想 为人民想 你就会让了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这种是大得 这种是大成就 为什么? 人家的成就 就是我自己的成就 我自己不如人 居到这个权威 不肯让人 害众生 你来想想 这个因果 这个因果就是 堕地狱 我能让别人 人家做得比我好 比我更有成就 就是我的成就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 社会就不会有安定 世界也就失去和平了 我们现在观察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观察这个世界 大多数家庭都有问题 所以社会 所以社会动荡不安 天灾人祸 我们会有那么大多数家庭的数学 对那些事情 已经在大多数家庭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国家的灾看 观察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我们从恩上果尚都明显地能看到 夫妻不和 在前面已经和各位讲过很多 注解里面注得好好 代妻而和而敬 代子而严而正 这种是古时候 不单只是圣言人的教会 诸佛菩萨亦无两样 但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看不到了 心行和性教完全相违背 不已你代妻 则失畅随之意 现在谁当得你 什么叫你 你失了 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 古德教人 得行的标准有五个层次 独德 人 以你 独失了之后 还有德 独失了之后 有人 人失了之后 有义 义失了还有义 义如果再失了天下大乱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世间的乱象 就是无厉 第二句 失礼于求孤 注解里头也说得好 夫事求孤 就是媳妇 怎样代她的公婆 孤是公 孤是婆 先生的父母 我们现在看到的 婆色不和 无办法相处 在全世界 几乎每个个个 我们都可以看到 圣人教我们的 夫事求孤 一如 子事父母 现在说不上了 现在 儿子不懂得孝顺父母 媳妇 怎会懂得孝顺公婆 哪有这种道理 父子不相容 母女不相容 现在是这种社会 人同人之间 完全是厉害 有利的时候 予此利用 离失之后 反目承受 中国几千年 传统的 伦理道德 现在是 荡然无存 正是古人所说的 父不父 子不子 家不家 各不各 大乱之势 李炳南老居士 往生前一日 同学生说 世界已经乱了 诸佛菩萨 神仙 降范 都救不到 我们想想这句话 是真的 不是假的 什么人有力量 能教化一切众生 回头是岸 他回不了头了 他向什么地方走 就是睁大眼看着他 向地狱走 他不是向天堂走 他是向地狱走 诸佛菩萨看到这种情形 亦无可奈何 只有等待 等他跌地狱 等他在地狱里面 受尽苦头 哪一日悔过 这样才能再教化他 他不会悔过 佛菩萨对他 亦无可奈何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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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要知道现在整个社会动乱的根源在哪里 老实说是 父不父子不子家不家觉不觉 现在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时代 上能行其道下必定能敬之以来 但是现在命动行义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真正通达的人要有非常耐心 整个社会群众没有受过圣言教会 学佛的人虽然多 只知道念经 只知道祈福 对经论的大道亦不明了 面对当前的社会 明文利养五欲六层在游滑 那种游滑的力量比在过去增加千百倍都不止 什么人能不受有惑 太少太少了 大家在现在看到最佳的榜样 许折居士不受有惑 但是现在社会好像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 古时候这种人比泪占多数 十个人之中就会有一两个 所以天下太平 国家大智 我们代人以成 人家代我们虚伪 我们所作所为 真实利益众生 众生对我们怀疑 对我们无信心 我们还是要认真去做 绝不因为外景所动 这种就叫禅定 一切境界清清楚楚了了分明 这种是智慧 定位等学 这一生 这一生 道不到众生 亦同众生 阿奈耶色里面 种落金刚种子 这一生 这一生 它的原味成熟 它的业障集气太重了 我们同学之中 我看得很清楚 他们听我讲经听多了 有些聪明人 我讲到前面 下面要讲些什么话 他都知道 毛病集气 就是改不到 这是什么原因 集气太重 所谓消性 弱天性 习惯成自然 这两句话是古人说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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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吝点赞 转发 打赏 如果不明白你 不读圣言术 在一生捷着 起心动念 "! 言语造作 就就好像地狀经上所讲的 无不是罪 佛法之中 亦时时赞叹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得人生有什么好处 如果不读 圣言书 不闻佛法 我们可以说 仲是不得人生好 为什么不造罪业 造作罪业 堕落在三途 那个时间太长太长了 何苦 在这短短几十年之中 造作罪业 要长劫 轮回受苦 这个人生得它有什么好处 造畜生 就算是毒蛇猛修 所造的罪业 被人 轻得太多了 所以 畜生死了之后 很多都能转生到善道 不是没有道理的 动物 我们细心观察 毒蛇猛修 你不侵犯它 它不会侵犯你 虎狼、狮子 亦只在饿的时候 才诈捏捕小动物 我们在看动物奇观 里好多画面 老虎、狮子吃饱了 躺在那个地方 小动物围绕它之辂 不排 它进去 常见 让人造业轻得多,人的亲行心非常可怕 我们看到往往有手段狠毒的,做作重罪的 害千万人,身家盛名,何必要做这种罪业? 佛赞叹得人身之可贵,是得人身容易解脱 容易解脱一定要闻佛法 要读圣言书,要觉悟,那个人才可贵 人如果不觉悟,有什么可贵? 反而不如三恶道的众生 这个理同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 真正清楚明白,就是觉悟 世间一切法,自然能看破,能放下 一心向道,那这个人身就可贵了 怀恰外心 住在里面和我们住得好好 这是非常明显的 这是非常明显的 下面说 言不代仍于是为 即有鸡味,蒙动 人不知而鬼神,以诸其心矣 所谓丧心病狂 做作那些罪业的人 现在社会比比皆是 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 我们都能看到 现在这个世界 是个骗人的世界 看谁会骗 越是会骗的 越能取得高官高的地位 他高居位 他就骗所有人民 骗一切众生 所以现在居在高位的 有什么好处 眼前看到他作威而作福 往前面再一看是阿鼻地狱 他所做的罪业是阿鼻地狱 转眼之间他就去了 堕落在那个大地狱里面 真是万劫不得超臣 人迷惑糊涂到所然处 从前我们看下古代 各位读古书 您就能明了 古时候帝王将相 人迷惑糊涂到所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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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行的是王道 教化众生 倫理道德 他自己所行的 是社会大众的榜样 儒家所謂作之君 作之襯 作之師 他這三個字做到了 這是無量無邊的功德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掃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字就就他 天真偏愛 人這一生生在世間 為什麼不快快樂樂 為什麼自己要和自己過不去 老實講確實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 人家沒有運來 是你自己和自己過不去 我們同樣生活在這個社會裏面 尤其是以前 新加坡這個國家才成立三十幾年 未成立之前 在這裏 那些華人 受歧視 來聽盧修女說 在這個地方做工 一個月工資多少錢?兩元 她說得很好 不是一個星期有一天休息一天 一年休息一天 沒有優價的 而且兩元工資 自己更捨得用 還要寄回中國 幫助她更苦更窮的 那些兄弟姊妹 這種情形是她以前 親身所經歷的 在社會上沒有地位 在社會上沒有地位 沒有文化沒有讀過書 這是真的 在那個時代 婦女受教育的基父母 是一百年前很少很少 除非是大家 夫婦之家 先請個老師來家裡教 一百年前還沒有學校 她從哪裏學來的? 她不是天生的 她是學來的 她好學 事時向人請教 她聽完之後 她就能有受用 她就能記住 她這一生最大的長處 聽善不聽惡 記善不記惡 這個是她一生成功的地方 所以能保持一生 接種心裡頭無惡念 只有善念無惡念 所以一生的行為 只有善行無惡行 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 要好好地學習 這是自己得福 自己得利 我們要認識清楚 我們要認識清楚 特別是你將來 在社會上有明性 有地位 有地位 稍為有一些得望 你要知道 這一類的人很多 如果你的心 不平不共 那些周邊的人 就是將來你失敗的因素 我們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明白 你敗敗在哪裡 敗在最貼近的人 這種情形 古今中外 都無可能避免的 只有真正有智慧 真正有學問 她能提得出來 佛同我們講八虎裏面 願增回 所以 凡是很親近的人 一定要動得佛講的願增回 那些都是冤家對頭 都是等著機會來報復 用什麼方法 能將願增回解除呢? 公正、平等、念明、念結 這些名詞有智慧 這些名詞有智慧 完全用智慧去觀察 用智慧來處理 要特別提高警覺 就是對時時接近的人 特別提高警覺 時時親近的人 要對他無私無求 要對他無私無求 我們的偏心就無了 無論他有再高的地位 再多的財富 我們對他無私無求 你的心才能擺平 你要時時 我們要依賴他 依賴他護持 依賴他護法 你就糟了 眼前是得一些小利 最後要虧大底 這種例子太多太多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掃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喔 人如果將恭敬心疏忽 不單止道業無子亡 世間是業 亦一事無成 你們看下 凡是有成就的人 不要說在佛法裏面的修行人 就是世法裏面 他們的事業有成就的人 都懂得恭敬 他能敬人 人會為他尊重 會為他負責做事 如果時時擺上一副居常為的 那種價值 對底下都是命令苛斥 那個人的福墓絕對不耐 為什麼呢 在你有權有勢的時候 大家畏懼你 怕你 不服從不得 為了土生活 你權勢一須的時候 不會再有人離你了 尤其是現代的社會 道義無略 所以這樣是自取失敗 人和人之間的結合 是恩義 越掌越造 人生出來 就是對善對物 不可以無禮 跳人 就是對人輕慢的意思 在佛法裏面 一切眾生是平等的 諸佛菩薩 諸佛菩薩 看一切眾生都是諸佛原來 所以 所以 高級的菩薩 他們修行 是修普言行 普言行 沒有分別執著 普言行就是平等行 全教菩薩 聲聞原覺也修平等 但是 還未達到真正的平等 為什麼 妄想未斷 就不會達到真平等 妄想斷盡的時候 平等心先現前 所以我們現在學 妄想是未斷 學 盡量學 往平等上接近 這樣就好了 不學不行 學多少總會有進步 這一句裏面講的四件事 總而言之 就是我們所謂的失勁 你的敬心 敬意敬得失了 不要以為這種是小事 小不敬 大的災難就來了 所以聖賢人 都從很細微之處 小心謹慎 從這個地方收起 墮胎 墮胎 是殺人 不是殺其他人 是殺子女 子女自稱 這種罪過極重 現代人往往都疏忽了 那冤怨相報不得了了 子女來你家投胎 佛法裡頭講得很清楚 四種願來的 報印、報怨、佛債還債 他如果報恩來的 你把他殺了 變成將來仇了 恩將仇報 報恩來的 那個怨就更深了 以后那个毒害没有办法想象 他还债泥的你将他杀了 从还债又结了冤仇 从土债泥你杀了他 愿中又加上仇杀 不得了后果不堪切上 世间人见不到 不知道因果痛三世 不知道一时所做的罪业 会朝来生生世世的后患 这种事情怎能做 行多忍辟这句话的范围 包括得非常之过 隐蔽是什么 你所作所为 都是不见得人的事 但是我们学佛的人知道 有信佛的人知道 所谓 举头三尺有神明 你能隐瞒 世间的愚人 世间有得行的人 有智慧的人 你就无办法隐瞒他 何况天地鬼神 你隐藏得再好 能在这一生之中 都不会暴露 无人知道 你要知道 天佛你走不脱 恶印恶报的 那个结果 你无办法逃避 你一定要承受 善印得善果 恶印得恶报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人对天地鬼神不尊敬 天地鬼神是众神 不是佛菩萨 他们亦有喜怒安乐 换句话说 他欢喜的 他会赞叹你 会帮助你 他不欢喜的 他会远离你 他不会帮助你 人 祈求天地鬼神 保佑帮助 亦是有条件的 不是无条件的 无条件的 只有大乘佛法 诸佛菩萨帮助人 是无条件的 同各位说 天地鬼神帮助人 都是有条件的 为什么 没有离开六道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亦在佛法里面 佛教我们 对人对事对物 天地鬼神包括在物里头 物范围就大了 物里头包括十法界 人里面只窥阔一个 对比是戒指真是重 对人对事对物都要恭敬 道教教人 敬天地鬼神 目的是吹吉避控 祈求天地鬼神降荒 保佑 大乘佛法里面 教我们一切恭敬 你们在忏儿里面 时时念到 一心鼎礼 一切恭敬 那个意思从哪里来的 从普言十愿第一愿来的 礼敬诸佛 佛法讲的意思甚 讲的意思头切 去空万丈 一切众生 都是圣德的流露 恭敬是圣德的狂重 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 是要明心见性 你不从这上面认真修学 明心见性更难了 普言十愿那十个方法 是明心见性最基本的条件 到普言那个阶段 目的就是见性成佛 大乘的阶段 仍是至于菩萨的地位 目标还未定在圆满的佛果 一般大乘 欺求的登地果位 就是菩萨的十一地 果位在这个地方 不是讲到究竟圆满的佛果 但是普言呢 它的目标是究竟圆满的佛果 换句话讲 要用究竟圆满的圣德 先能将明究竟圆满的佛果 道理在这里 人以食为田 人养活生命 最重要的是饮食 也就是对饮食的尊重 不可以放肆 不可以轻慢 培养自己的敬盛 能尊敬 天地万物 对天地万物你都能尊敬 对人你当然会尊敬 对人会尊敬 对你的父母 长辈 你当然懂得尊敬 你就知道 古圣先言 教学宗旨 移趣之所在 那种教学是好的 不要将它当作迷信 就算是迷信 它的效果非常殊胜 何况我们的智慧经验 常识 还未达到 达到之后 先了解事实真相 圣言 圣言所说的有道理 不是没有道理 好心的道理 好讲的道理 要我们细心去体会 要乐实 对自己的羞耻 我们讲功夫得力 自然就有效果 现在我们修行功夫不得力 原因在哪里 这样看下都知道了 所以我常说 我们都随信感情 随信情真 未能随信 佛菩萨的教诲 我们的果实在这儿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打赏 打赏 光熬 频率 verdadero ahada g μ 福恩是吾尼 这句是讲一般修学的过程 为什么修行要着重在时尚 事相帮助你开悟 帮助你明心见识 所以一定要借相以道振 用意在这里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不是迷信 所以他底下说 尖养圣荣 这句是讲佛菩萨形象 我们供奉佛菩萨形象 用意在哪里 有人来问你要能答复得出来 供养佛菩萨形象 乃香花已供奉 香花代表我们自己一点敬意 香和花都要结减 不要污蔑 一定要处理得很干净 佛菩萨形象 佛家讲好庄与 表示我们的恭敬心 然后又讲 佛燕如来灭汉 世尊和我们说 释迦牟尔灭道之后 若福有人 以一花一香 一花一香是少量少 以一道花 以一支香 这里是讲最少的用作供养 以一谷水 除去不淨 举足一步 危诸佛前 一清南磨佛 世人若度三恶道者 无有时处 这段是讲 礼敬的功德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 我们绝对不要素佛 除去不静 你看这样做法 借着形象来做法 是除自己不清静的心 心静 则佛讨正 又肯念佛 一清南磨佛 那就是归依三步 南磨是归依的意思 当然不会堕三恶道 就算造作三恶道的孽印 他没有缘 他现前的缘殊性 心缘三宝 他不缘三恶道 三恶道的孽印 各位记住 是贪亲千万 所以我们自己在平时生活之中 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整齐 结淨 清洁 清静 要养成这种习惯 这种习惯养成 那步就是绝对不堕三恶道 各位知道 恶道 污蔑 我们一般人讲 污造 凌乱 恶鬼 地狱 我们见不到 你看下畜生 畜生 居住的环境凌乱 我们的行为 如果 和畜生差不多 那就堕畜生道 过分 那就饿鬼到地狱 这一点不知 不得 不谨慎 不得 所以在明处暗处 不单止不可以做不善的事 不善的念头 都不可以起 我们起心动念 自己以为人家不知 天地鬼神之道 这些道理老实说 亦不难懂 起心动念 都有形相 你心里想什么事 你想他就有相 那个相凡夫 看不到 鬼神看得到 真正有俗行的人 在定中 在定中看得到 神你瞒不得到他 你起心动念 愿的相 他通通看得到 通通通明了 通通明了 那部 那部老实说 不是天地鬼神主宰的 弗经里头没有这样说 那部是你敢骄的 善恩一定得善果 恶恩绝对有恶报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找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频道 留性 几乎每日都能见到 在晴朗的夜晚 这种是太空物理的现象 红艺是空中水晶器 受阳光反射而产生的现象 三个是指日月星 所以整个合起来 我们用合理的解释 古德无非都是教我们修敬 就是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万物 尝尝全公敬心 这个是教学的原理 是不是好像道教里面所说的 是由施命之神在主宰 好像阴阳之气 这种又是一种说法 如果喜欢研究 也是一门学说 我们听他们说 也能说出一番很完美的道理 有兴趣可以去研究 如果对这些没有兴趣 知道教学整个大宗旨 无非是教习教径 圣经是圣特 圣经能开发自圣 圣经都极出 就是佛家讲的界定为三学 也就是自圣的流露 也就是自圣的流露 山上小动物一个都走不掉 那种杀伤力 被什么战争 更残酷 所以这种罪报 所以这种罪报 佛在地独菩萨 本愿经上讲得很清楚 在地独菩萨 地独菩萨 你欠的那些众生的命债 欠命的要还命 欠钱要还钱 那一把火烧死几多 那些动物 将来尝命的时候 就麻烦了 你要尝多久 先将那些命债还清 所以这种事情 不能做 慢慢不能做 就算无意 无意亦要背 这个因果责任 所以在山林之中 用火一定要小心谨慎 龟和蛇在动物里面 寿命都很长 灵性很高 你们听到天牧山齐居士 和你们做的报告 他们放别 别同归 是属于一类的 放山的时候 他们懂得 在船上放山 放完之后 他会摇船 摇一旧 然后回头望 再离去 他有灵性的 他很感激你 只是他不通人类的 语言 语言上面没有教堂 但是你看他的表情 他跟人有什么两样 绝对不可以杀害 所以凡事 我们都要细心去思维 冷静去观察 了解宇宙人生真相 不可以随须自己的烦恼集气 强词夺利 那些动物 动物是应该给人吃的 生出来就是给人吃的 人也是动物 那为什么不吃 你的父母 兄弟 妻子 子女 都是动物 你为什么不吃 怎么说 亦说不通 纯粹是一个满足 自私自利的欲望 做无量无边 天罪业 还以为他有你 感错了 明白的人 有道心的人 对饮食那方面 都生惭愧心 我们现在在愚难 不得已无办法 所以饮食所需 慎重的选择 尽量减少 对人 对物的伤害 尽可能减少 这种是慈悲心的流露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是等罪 这句是总结造恶 那一大段 也是感应片里头最重要的教诲 应该是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重要的教论 这种事情不是说不信就无 信就有 不信就无 这种事情好解决了 我们不信就没有了 不信他还有 他真有的 使命鬼神很多 欲界有天神 道教讲的欲皇大帝 佛法里面讲的偷离天主 他们讲欲皇大帝 就是佛教讲的偷离天主 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上帝 这些是使命之神之大者 其次再其次 有很多天神 还再加上鬼神 我们六根 接触不到 但是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所谓举头三尺有神灵 这句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和我们最接近的 是三尸神 前面我们讲过 介绍过了 在佛经上跟我们讲 有两个神 时时跟我们在一起 一时一刻都不离开 一个叫同生 一个叫同名 我们起心动念 所作所为 他们都提到 他们都做记录 都做报告 我们做善作恶 他们两个造正 绝对不要以为 我们起心动念 没有人知道 这种想法就错了 随其轻重 随着我们 做作恶业的轻重 随其轻重 随其轻旋 單是讲寿命 这种是惩罚里的大者 人能行善 可以延受 所谓延连益受 做作哪些善能延连益受呢? 感应篇前面讲的善行 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 多多去做 利益最大的 是帮助众生觉悟 帮助众生明白 因果的利是 这种是大事 帮助众生 转迷为悟 人如果能行这种大善 绝对延连益受 长寿是一切众生欺求的 如果自己不多多 值得累共 寿命长 而身体不健康 那是苦补 那不是善 那不是善 不健康 他的子孙不幸 但我们要知道 父子 兄弟 父子 都有过去生中的缘分 不是偶然的 一个人修善积德 自然有过去生中 修职善业的那些人 来你家里投胎 善同善感应 你做作的不善 绝对有些不善的冤亲债主 去你家里投胎 做你的子孙 由此可知 死有愚诈 难央及子孙 子孙 也不是冤枉 受先人赠让 也不是冤枉的 必有愚人 但是 那些做子孙的人 如果有善缘 遇到善知识开道 他能接受 他能相信 他能转恶为善 他的前途 还是光明的 由此可知 功德里面 第一殊性的功德 是教化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